新的复选行程开跑之后 在中台湾走透透 今天晚上是在嘉义的永乐夜市早街 被热情的民众包围 要拍照 要签名 面对这些要求 周美清几乎是有求必应 不过却遇上了民进党立委 翁金珠的姐姐出现呛瞎 说要一个女人出来帮忙 马总统很没用 还不如直接选女人做总统 周美清加油 备条成意90度举动 合照签名有求必应 第一夫人周美清现身嘉义 永乐夜市展现超人气 不过热情人朝外有人呛瞎 总统这样子很无能 既然选举还要靠女人 那这样不如就叫蔡英文女总统 来坐就好了 这个穿红衣的大姐 是民进党立委翁金珠的姐姐翁金莲 只见她一路跟周美清夜市行程 随护察觉后也尽量阻挡 翁金莲索性混在排队等合照的人群中 不要让你出来这么辛苦 妈人叫总统不要让他这么辛苦 好 谢谢 我们先 周美清态度没变 鞠躬说谢谢 反倒是随乎很紧张 快快带周美清走过人群 不过接着吃甜点的周美清 心情显然没受影响 一举一动被美光灯茫围 周美清突然搞笑转身 让媒体排个够 这样跑一整天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还好 这间知名兵店其实是国片那些人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取景的地方 老板送来招牌要周美清签名 原来板子上载有马总统的签名 高举牌子一左一右终于完整 也恰恰如周美清 在这场选战中的重要角色 TB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